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班人是甚麼人來的 這班人就說香港法官很不聽政府命令判案的人 說香港司法獨大的人 說香港不可以有行政只是司法不合的人 是一向威脅言論自由的人 大家是否想劉夢雄做政務司長 梁俠人可以做新聞廣告署長 這班人是牛鬼蛇神 他們如果做了當權的話 是對香港人兩個最基礎的觀念 一個是法治 一個是言論自由 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但anyway 我不講這些 講述預算案的問題 為甚麼這東西跟議算案有關呢 大家要知道 當政府剩下這麼多錢 這刻是一個壞事 在兩方面是一個壞事 第一方面 他亂扯的錢 我告訴大家 基本的錢是怎麼亂扯的呢 今年的基建就是630億 外面就會700億 未來幾年就用3000億去起基建 我們起基建的錢 全部都去了顧問公司 香港的起基建 那條高鐵呢 就是由西九去到深圳 六百多億 大概呢 深圳去到北京呢 就是3000億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起基建 是比全世界任何地方 是貴無數倍 而我們的基建基本上是飽活 起完之後呢 譬如說港主導大橋呢 就要放自家油就可以了 如果不夠車的 根本就是 然後 起無數的港地鐵分支 是政府撿了錢 又送給地鐵的股東 那些人沒說 另一方面 政府控制著2萬5千億 其中1萬2千億是自由儲備 這些自由儲備又怎樣 他們為什麼要留那麼多錢 到自由儲備 不留那麼多錢 做自由儲備 這裡有得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沒有利益輸送 那些人有錢買飛機 請就出這間團鎖 所有貪戶的來源 就是因為政府無緣無故貼著這麼多錢 好了 我們看看 今年的財政表演 剛才劉主席說了很多 長規長遠的事情 我們看看那條真數 今年是派800億 這800億是派給什麼人呢 8億也派給中小企 去猜響 大家知道什麼叫退猜響嗎 當你有一層600萬的樓 你就免1萬元猜響 當你有10層 你就免10萬 他說 容祖儀呢 八屋一泡 所以容祖儀呢 連同她的公司 免出業登記稅 免利的稅 起碼有10幾萬 梁家傑 梁家傑 他說 有15層樓 跟著她在立法會的申報 她個人 起碼有20萬 她個人有20萬 就對了 給8千元的市民 她認為是不公道的 800億就是什麼 800億是每一個有3個 新身份證的人 有13000 我問你 你家裡有兩個人 你現在 你計一計這個數 你有沒有2萬6元 如果你有3個人 你有沒有3萬9元 如果沒有 為什麼 因為有人偷了你的錢 拿去給了李嘉誠 因為賣不去的樓 每一家中間1萬分猜響 李嘉誠就起碼有1億 你不要以為 你有兩三千元減年 你會覺得是合理 如果你收不到 我一個人收不到1萬3元 兩人收不到2萬6元 三人收不到3萬9元 就是因為你的錢 是被人偷偷的 他給了他們自己 立法會議員 給了李嘉誠 甚至給了一些不是香港的人 大陸的富豪來香港 買了樓 一樣可以免猜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是一天都沒有移民 我是在港島出生 我是在港島出生 作為一個香港人 至少有一件事 是要絕對 大家要明白 我們對這個社會 是有一定的承擔的 我們是一個這麼緊密 這麼緊迫的城市裏 就算你住在天下無敵的熊仔裏 你一出門口 見到那些人沒有犯證 見到那些人沒有衣服 你會不會覺得開心 你根本不會覺得開心 這個就是孟子所謂 人家有 不能人之三 現在這個 這樣的財政預算案 李嘉誠可以有一億 那個政業良定 可以有一千萬 但是住在劏房的人 住在農屋的人 所有低收入的人 是一毛錢都沒有 這是連起碼的良心 起碼的社會正義都沒有 我們是不能夠不反對它到底的 是不是 我經常都說 我們個人的力量是很卑微的 但是 如果 自己做不到的事 你不要要求別人做 但是你做到的事 無論是多卑微 多細膚 你就盡力去做 我們每個人發生卑微的力量 好像剛才死的那個 鐵克肯東哈瑋 我們是無權力的人 我們是看著這幫有權力的人 是怎樣做的事 但是不要緊 所謂有權力的人 權力 其實是卑微的 他們為什麼人是有權力的 就因為建築在我們這一幫 無權力 卑微的人 對他們的忍耐上面 只要我們發揮我們的力量 他們就不再能夠欺負我們 是不是 是 說得好 在這裡我再肯請大家 下個星期日 由崩國道出發 我們去遮打公園 在建立市世界大團 打小人紀錄 全世界最多人 一起集體 詛咒 曾蔭權 和曾俊華 好不好 好 多謝大家 一支 每天 一支 你 四支 2 1 1 2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